尊敬的主义同修 主义护法大家吉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声音听得清楚吗? 听清楚 今天我就借共修的姻缘 在跟大家讲讲话 来欢喜的来学佛 所以以后暂时不讲经 用这个共修的姻缘的期间 来跟大家 如何来修学 如何来学佛 这一生能够获得无量无边的 幸福美满快乐的人生 这个念佛啊 有念佛的蹊跷 我们一定要懂得 所以 这段时间没有跟大家一起共修 很对不起 因为父亲 往生的缘故 所以这段时间 我都在做功课 特别又发愿 读诵一百部的地藏经 来供养给父亲 再加上念佛 受八观灾戒 等等种种的 做一个孝亲 来报答 父母对我们养育此恩 所以 这段时间 就没有这个姻缘跟大家 聚会一处 所以今天我就借这个姻缘 我们轻松来学佛 放松 就是我们英文讲 就是放松 不要太紧张 也不要太那种 好像很严肃的感觉 就是放松的学佛 要不然等下带严肃 大家听不懂 打瓶 是我在讲什么 那今天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以后我们共修的期间 就是要跟大家来讲一下 什么叫做念佛的好处 念佛的利益 这个念佛的功德 那我们要怎么修 阿弥陀佛的福报太大了 那我们要有懂得怎么想阿弥陀佛的福 不然可惜 你看阿弥陀佛的福报太大了 你看阿弥陀佛的福报太大了 但我们也懂得用什么方法 阿弥陀佛的福报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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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家属而你笑顺你还好 如果家属而你不笑怎么办 那不是惨了 而且老人痴呆这个问题 你怎么劝他念佛 是没有一个效果 很恐怖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 小心哦 真的不是吓人的 这一方面我们在看 师父这十几年下来 我到美国到欧洲到澳洲到台湾到很多国家 我看到好多人临终之前 他们往生之前 躺在医院生病 那不是癌症 都是很多一些 那你想一想 这个就是医院上来的 那如果你有福啊 这种就能够避免 所以啊 我就借这个简单这段时间 我就跟大家来讲一讲 我们要怎么修佛 什么样的福报是最大 什么样的福报是最大的 什么样的福报是最大的 首先先了解这个福这个 这个节目标 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 讲了很多 阿弥陀佛在五量塑经里面也讲的非常的清楚 主师大德告诉我们念佛人最大的福报 首先第一个是什么 我们看下面的那个经文 最大的福报就是主师大德告诉我们 念佛人最大的福报就是最殊胜最难得的 就是你这一生当中你能不能涌脱困毁 往生净土圆成佛道 这个是最大的福报 这个福报实在讲是诸佛菩萨最羡慕的 最欢喜的一桩事情 我们这一生能不能得到 能 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福报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诸佛如来诸佛菩萨最欢喜的一件事 我们能不能这一生当中了生死出三界 那个是最大的欢喜的一件事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了生死了嘛 你得大自在了嘛 你不会再受任何的苦啊 你已经超越六道轮回了 这个是念佛人最大的福报 所以这个诸佛最羡慕的 看到一个人能够超越六道轮回 不受任何这种苦 世间之苦六道之苦 诸佛是最欢喜的 所以我刚刚到澳洲 我最羡慕的澳洲人是哪里的人 都是那些老人退休的 我刚刚到澳洲的时候 我最羡慕都是澳洲人那些老人退休的 老人退休照顾 那个政府很会照顾的 比方说你两个星期 你也不用跟他讲 你也不要跟他要了 政府主动把那个钱寄到你的户口 是不是澳洲人 你看 这是真的 我最羡慕的 我刚刚到澳洲 我最羡慕澳洲人就是这个 为什么呢 澳洲的政府 比那个我们家里的儿女更添花 你不用跟他讲 他主动给你了 我最羡慕的就是这一个 你不用跟他讲 你也不跟他要 他主动给你的 你也不用担心没有钱花 你这个澳洲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你看我们做父母 有时候要跟父母要钱 看儿女的脸色 甚至也要跟儿女 哪一点钱没有共养 有时候问东问西的 所以做父母要聪明 身边有钱 不要马上给你的儿女 先放着 这个就是我最羡慕的 那诸佛福寨也是一样 最羡慕的 我们能不能这一生 超越六道轮回 了生死 出善结 所以尊敬的 这一统修大德 那我们 要怎么样超越六道轮回呢 我们看下面 要如何能得到 下面的那一张 要如何才能够得到 大自在 大解脱 而这一生当中能够 超越六道轮回 往生净土呢 一定要把音修好 这个音是什么呢 这个很重要的 你要得幸福美满的快乐 快乐是果 你要快乐 你要把音修好 快乐的音修好 那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得到大自在 能够超越六道轮回 而且这一生能够过幸福美满快乐的人生 你要把音修好 这个音是什么 我们看下面的 就是这个福 这个福是指我们的心理的清静 知敬的正确 所谓的正而不学 静而不然 这种人 这种人在这个世间有福 一个人的幸福快乐 不是因为他的财产多 地位高 或者他的权力多 一个人的幸福快乐 就是看你的心 你的心清静还是污染的 所以2500多年前 释迦摩尼佛告诉我们 没有一个人在外面 在外头 任何人一个人能够给我们烦恼 只有自己给自己烦恼 那如何要不给自己烦恼 你要修清静心 你心要清静 因为我们的烦恼痛苦种种 甚至于不能超越六道流 你是从迷而来的 所以很简单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 每一个人都能够过得幸福 只是我们自己 不知道为什么 拼拼每天过得那种 很辛苦的快乐 明明知道很苦 你还是要苦 所以今天为什么很多人念佛 不能得利的原因是在哪里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很多人会念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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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不断的念佛 但是为什么他们念佛 不能得利呢 我念佛 但是你看 烦恼一大堆 喜气一大堆 该发笔气的发笔气 该基督的基督 该计较的计较 种种的 为什么得不到利益呢 什么原因 我想问大家 我们博士的金钟学位 我问你们 你们念佛 超过五年的 请举手 五年以下的 请举手 哎呦 我们今天就是 简单嘛 放松的学佛嘛 我们不要讲的太深了 因为 我们大家 在一起嘛 我问你们 因为时间很快要过了 这十分钟 你们念佛 五年以上的 请举手 哎 要是哦 不老是 为他忘与 这个造业 哦 你看 五年以下的呢 那我问大家 你们的烦恼 有没有减轻啊 你的脾气 有没有减轻 看到任何一件事 有没有基督心 看到任何一件事情 有没有轻轻计较 有没有 这个我们一定要反省 求有不得 反求助 每一件事 我们不断的要反省自己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念佛不能得力的原因呢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没有把阿弥陀佛的信德念出来 阿弥陀佛的信德是什么 比方说 观世音菩萨的信德是什么 是大慈大悲的 你有没有跟观世音菩萨一样 大慈大悲 比方说我们喜欢读诵地藏经 你有没有把地藏菩萨的信德念出来 地藏菩萨的信德是什么 效仰父母奉仕师长 你有没有听过 什么叫做奉仕师长 很简单 一叫奉行 你常常念本师释迦摩尼佛 本师释迦摩尼佛的意思是什么 释迦 翻译中文叫做仁慈 摩尼叫做清净 你心有没有仁慈 你因为心有没有清净 那今天阿弥陀佛的信德是什么 阿弥陀佛的信德是无量觉 教你觉悟 静而不然 正而不学 什么叫觉悟 很简单 用一个简单的话跟大家讲 最白话的 什么叫觉悟 清话 老实 真干 我们有没有听话 师父有时候有了 有个真干 师父有时候会卸胎脸 这个毛病全部都有 你看 你在日常生活里面 在日常生活里面 你的念头 你的原意造作种种的 你跟经典造对象 有没有一样 你会看到 哎呦 差得这么远啊 但是为什么现在的人 念佛不能得利 一个怪佛菩萨 哎呀 佛菩萨不理 其实不是佛菩萨不理 是你自己修为的问题 产生这个问题 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很精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因为今天要跟大家讲这个念佛的人 要怎么修佛吗 还慢慢来吗 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就是言音法师 以前在讲这个弥陀要解的时候 大家认识吗 言音法师 圆满的圆 这个音 认识吗 写武法师认识吧 那个言音法师呢 他讲了一个故事 蛮精彩的 他说啊 在业国啊 以前我们不是有常常听到这个业国 这个业国 2500年前不是有一个国家叫业国 就是 勾建 这个勾建就是这个 这个范鱼帮这个勾建 帮助他怎么样回复国家 他是这个业 业那个业 这个业国夫人啊 他姓王 那姓王啊 家里啊 亲很多丫鬟 家里有没有丫鬟 这个师父 今天跟大家讲这个故事 你看他怎么做 他那请很多这些丫鬟 每一天啊 带着这些丫鬟 修净土来念佛 那没想到啊 有一位当中啊 当晚哦 就念佛往生西方解的世界了 那因为他往生西方解的世界 又回来啊 给他的这个业国夫人啊 给他的这个主人啊 做了一个梦 什么梦呢 他告诉这个业国夫人啊 他说啊 感谢你 我现在已经往生西方解的世界了 如果你没有教我们念佛 我今天是不可能往生西方解的世界 我现在已经到西方解的世界了 所以我要感谢你啊 所以飞梦思梦啊 这个业国夫人啊 就趁这个机会呢 就问这个丫鬟啊 问什么呢 西方解的世界 你真的达到了吗 你真的到西方解的世界了吗 这个丫鬟啊 就告诉业国夫人啊 他说 真的我已经去了 然后呢 业国夫人啊 下面的那一句话 很重要的 他说啊 你能不能带我去看一看 去走一走 我以前啊 我12年前 我在美国的时候 有一位老人家 他送了一个东西 他也跟我讲这个问题 师父 这个念佛非常好 你能不能带我去 哎呦我没有这个神多了 我现在都还想去 但是还去不了 我怎么带你去呢 我们一起念佛 我们一起过去 这个 这个业国夫人啊 就问这个丫鬟 你能不能带我去 这个丫鬟啊 就跟业国夫人讲 怎么讲呢 他说好啊 我带你去啊 没想到啊 这个业国夫人 一到西方吉德世界 他第一次看到是什么呢 就是看到的七宝池 什么叫七宝池 因为在西方吉德世界 每一个众生 十方一切众生 到西方吉德世界 是莲花化身的 这个七宝池里面啊 很多莲花 所以西方吉德世界的莲花 是我们的父母 所以我们为什么每次念佛回向 九品莲花为父母 我们到西方吉德世界啊 不是泄露自欺 不是经过母胎的 是经过莲花 往生到西方吉德世界 所以你看那个阿弥陀佛 手上拿这一朵莲花 这朵莲花是什么意思表法呢 这朵莲花是你的啊 所以西方吉德世界的莲花 是因为莲花是我们的父母 但是没想到呢 他看到这个宝池莲花 这个七宝池啊 里面很多莲花有大有小 还有什么呢 有菇 有蓉 有漂亮的 也不是很漂亮的 所以很奇怪 他就问这个丫鬟啊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七宝池莲花不一样呢 有大有小 有漂亮的 有不漂亮的 有一些菇的 有些好像很漂亮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下面那个很重要啊 大家听好了 这个妖环的 这个妖环 这个妖环就告诉这个业果妇人 他说 他说世间的人啊 世间的人 当他心里啊 真想到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啊 这个念头一起来啊 那个七宝池莲花 会长出一朵莲花 当你的念头 我在念佛 你发愿 我将来我要到 离开这个世间 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当你动这个念头 你念这个念佛的时候 七宝池莲花 那么一朵莲花是你的 真的 如果你很非常用功 精进的念佛 这朵莲花 越来越大 越来越漂亮 光色就越来越好 如果你懈怠了 莲花就慢慢的枯萎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一切万物啊 是不生不灭的 唯独七宝池莲花 有生有灭 其原因就是因为 十方世界念佛的人 而所感 以阿弥陀佛 毫不相干的 跟阿弥陀佛没有相干的 你今天念佛 用功精进念佛 七宝池 会长出一朵莲花 所以 尊敬的最统修大德 所以你要赶快用功 精进念佛 你的莲花会长得漂亮啊 像我们在家里啊 照顾花 那个花脸好好照顾他 那你长得很漂亮 所以你要用功念佛啊 你懈怠了 这朵莲花就孤伟了 可惜啊 不但这样哦 最后 叶国夫人又看到什么 看到两个 那个两个人啊 这个坐官的人 穿着什么呢 穿着一个官服 坐在莲花上 而且这个莲花长得很漂亮 然后呢 这个叶国夫人啊 就问这个丫鬟 这两个人是谁 净土圣玄录里面有为我们讲 这个两个人是宋朝人 这个两个人是宋朝人 第一个叫什么 杨姐 第二个叫马干 那个杨姐啊 马干他没往生之前 他没往生 人还在世间 因为他念佛精进 你看他在这个七宝之莲花 已经有他的名字 而且他莲花有他的名字 又他的相貌 而且这个相貌非常的专严 跟阿弥陀佛是一样的 你看哦 你真的念佛 这朵莲花 有你的名字 有你的相貌 你人还在世间 你还没到西方解的世界 你还在世间 你的相貌已经到西方解的世界 你说 殊胜不殊胜啊 不可惜的 所以直接的最后就大的 所以你的名字不要换来换去 等一下换Michael 等一下换Kevin 等一下换Peter 那里话都会乱掉了 所以一个名字就够了 不要人家换这个 得换那个 所以领花呢 真的 七宝是真的我们的领花 那最后啊 叶果夫人就问这个丫鬟 她说 那我将来往生到何处呢 这个叶果夫人就问这个丫鬟 那我将来我要往生到哪里 丫鬟啊 用她的手啊 指责一个大莲花台 指责哦 她的手啊 指那个七宝尺 她告诉叶果夫人 叶果夫人 那一朵莲花 有金碧辉煌 光明动燃 那一朵是你的 告诉叶果夫人啊 什么叫做光明动燃 金碧辉煌 说明什么 说明叶果夫人的领花是金台的 金台是代表什么 上上品往生的 你想一想叶果夫人哦 她念佛念到这种的境界 难怪她能够度化她的丫鬟 能够往生西方解释 因为她自己做到 后来呢 她梦醒之后 她非常的欢喜 非常的开心 后来在当年生日里一大早 就是她做生日的时候 她站在那里 站在观音阁 而立着 站着在那边 向西 当家亲君子正准备为她拜售的时候 她已经站着往生净土了 人家是怎么念佛呀 我们是怎么念佛啊 所以尊敬的最统修大的 我告诉大家哦 如果保七宝石的链关没有金台没关系 银台没关系 无所谓 只要能够到西方琴的世界 那个最好的 这个你记得以后阿弥陀佛来建议我们的时候 为什么不金色的呢 你千万不要跟阿弥陀佛说不要 如果阿弥陀佛拿银色都来 你赶快跟他拿 你赶快跟他走 安全比什么更好 所以尊敬的最统修大的 那从这个故事里面 他是怎么修佛的呢 这个叶国妇人是怎么修佛的 他为什么这一生会有这么大的成就 而且往生是上上平往生的 他是怎么修佛的呢 而且这个福报很重要 我们在这个世间第一个都是福 没有福报啊 真的太辛苦了 但是在这个福报当中 你一定要智慧 所以我们借这个姻缘来跟大家讲 那这个叶国妇人是怎么修的呢 他怎么修的 这个福报是怎么修来的 因为下面跟我们的智慧有关系了 怎么修的呢 时间到了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来分享 今天我就简单跟大家 这个轻松的学佛 就是说不要太简单 放松的学佛 所以有时候我看到这个 这个故事里面 会启发我们的内心 鼓励我们 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的功德 他的福报太大 这一生能够遇到这个法门 然后我们来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大家一定要记得要保持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因为下面的 你下个星期会跟大家讲 只要你能够依 业国夫人的羞耻啊 起码 起码 如果将来你不到西方界的世界 人天福报 你不会没有这个机会 起码你不会跺在三恶岛 大家一定要记得 地藏菩萨本愿经告诉我们 第一天啊 我们这个人间有多少 两千七百多个年 中国称为五千年历史 在第一才两天 那个时间很长 所以啊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来分享 这个业国夫人啊 是怎么羞耻的 今天啊 就讲到这个地方 如果有一些讲得太快 或者讲得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提醒 希望你们能够像业国夫人一样 将来能够上上品莲花 往生西方净土 祝大家六十吉祥 祝大家老实念佛 祝大家身体健康 祈求诸佛尚佛加持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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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来回向 交给法记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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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来 tok 阿弥陀佛 我 我 我 阿弥陀佛 我 你